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茅賊 茅和賊是兩種害蟲 古代農人最討厭的是這兩種蟲 因為他們會吃那些和道 後來引伸成為 傷害國家民族 或者對人民構成很大損害的 都稱為國之茅賊 梁匪振英上任四年以來 所作所為大家有目共睹 既然有個法官說他做證人 是誠實可靠的 全香港都沒有人會認為這個人是誠實可靠 看他的樣子都知道他是奸 如果你有看粵劇 或者看過經劇 你看到那些做奸人的樣子 就是梁匪振英的樣子 而梁匪振英這四個字 在立法會議事紀錄裏 是有的 因為我立法會有幾次演說 都是講梁匪振英 是有的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下 後來試過也有些議員的拆鞋子 建制派提出 向主席說 黃毓民議員 叫梁匪振英 只是侮辱行政長官 他當然沒有重覆說梁匪振英 要我收回 也試過 結果我也是沒有收回 這個梁匪振英 是香港茅策 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個共識 對於這些茅策 是否人人得如諸之 我們沒有兵沒有槍 那怎樣去租他 很多人說 最好是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他連任失敗 這個茅策就已除 假設明年三月 這個所謂小圈主特首選舉 他連任失敗 是否代表香港可以見到春天 當然不是 誰做特首都一樣 不過 在香港人來說 心理上 可能會有一點寬慰 這個茅策已取 大家又要重新出發 甚至有人認為 換過一個 他肯為香港的 即使 他每樣都要聽共產黨說 對香港都比梁匪振英 做行政長官更好 梁匪振英 能不能夠連任 現在大家都在估計 誰作主呢 當然是習大帝作主 現在眼前 看到的一件事實就是 尤慧貞和梁頌恆的宣誓事件 其實給了子彈梁振英 梁振英這一部 和律政司司長 一起入稟法院 即是申請司法覆核的許可 要否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裁決 這個裁決就是讓尤慧貞和梁頌恆 可以重新宣誓 這個裁決一被否決之後 立法會可以根據宣誓條例 其中相關條文規定 可以DQ這兩位議員 不需要立法會議員提出動議 罷免這兩位議員三分之二通過 這樣的形勢發展很明顯 這個特區政府 港共政權梁匪振英 就一定要搞定這兩位議員 其實做法很簡單 你想香港可以維持一個 所謂相對比較和諧的局面 如果這不是梁匪振英 不是香港茅策 根本就不需要理會這件宣誓事件 由立法會自己處理 因為立法會主席做了一個裁決 讓他重新宣誓 我這兩位議員都不敢玩 他一定是照足誓詞去宣誓 那你就讓他做議員 至於之前那次宣誓 他在所謂欲華也好 侮辱中國人也好 什麼也好 很小學雞也好 你可以在道德上批判他 在政治上也可以批判他 甚至乎你動員 那些所謂愛國群眾 去聲討他也可以 但你絕對不能通過一個行政機關 去邀請司法機關 來干預這個立法機關 特別是立法會主席的裁決 所以這個香港茅策 他的所作所為很明顯 在這件事上就是為了他的連任 他向北京表公 我要趕絕這些所謂港獨分子 我要令他消失在萌芽 消滅於萌芽狀態 對於柔良兩位議員 在宣誓的時候玩玩 其實是非自有公論 當然也有人支持他 認為這樣玩玩也好 像黃台洋所說 又不用成本 玩玩玩也不好嗎 原來不用成本 你不用成本 黃台洋先生 香港人幫你一齊付出成本 付出代價 對於這個支拿兩個字 我沒有意見 你要支拿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自己可以承受到那個後果才行 你又要必須要有這種認識 你要承受這種後果 而這種後果其中是包括梁振英 有機會因為這件事而連任 當然 他如果有機會連任 這個所謂香港茅策 又要在香港作惡五年 大家想像一下 尤其是今天8號風球 我以前經常說下大雨 風雨生信心 這是精神勝利法 亦是鼓勵人們受挫折的時候 也不要氣餒 但是香港現在的局面 這個茅策不除 香港一日不安 就算這個茅策除了之後 最大的茅策 中國共產黨 你真是動不了 你又可以怎樣 所以香港人靜下來 只能有自求多福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還有什麼做 我可以叫你自強不息 但我現在說不出 因為香港人是不會自強不息 除了賺錢之外